肉桂,豆蔻,杏仁,柔成团,鸭成饼 经过两次烘烤到酥脆,甜中带咸 香料配比达到了不经意间的完美融合 简直是杰作 我敢保证你一定没有尝过如此令人震惊的味道 我是Eline,带你走进七十年前的法国厨房 我喜欢自己烘焙杏仁,一百七十度十分钟 你也可以买现成的,但要确保新鲜 红糖我事先把结块的部分粘开了 稍微有些小的颗粒是可以接受的 Julia用了两个大鸡蛋 我买的鸡蛋比较小,就用了三颗 还要花生油 自从做Julia的菜谱以来 我的储物间又多了一个货架 专门储备各种食材 如果你不想额外买花生油 可以用无色无味的油代替 搅拌均匀之后,是这种粘稠的质地 我觉得花生油的香气还是起到很大作用了 杏仁需要跟香料一起磨碎 这是我在中东买的小豆蔻 英文叫Cardaman 终于在菜谱里用上了 它是植物的种子 我亲切地称它为老鼠屎 中东的咖啡里会有这个香料 喝过之后很容易上瘾 接着把盐和泡打粉 肉桂粉都加进来 你可以跟我一样 先把面粉撑出来 咬几勺到杏仁里 这样可以很大程度防止它 研磨的时候出油结块 Julia说 如果你用很强壮的手臂 可以手动搅拌 我今天想省点力气 就拍了强壮的料理机 为我完成工作 由于破壁机容量的问题 我分了两次磨碎杏仁 然而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 我是个大笨蛋 因为这台大的料理机 本来就是用来研磨食物的 把面粉放进来 稍微搅拌一下 然后把之前混合好的糖浆倒进来 搅拌均匀 它的确非常粘稠 在油纸上抹黄油 再撒面粉防沾 我不确定这一步是不是多余的 反正之前无忧两次没有着做 烤完都粘住了 抖掉多余的面粉 看来真的需要很强壮的手臂 才能把它搅拌均匀 因为单单拔出刀头就很费劲 但好在它虽然看上去很粘 但它不粘手 放在油纸上 先用手粗略的压扁 然后铺一个保鲜袋或保鲜膜 用擀面杖 擀到均匀一致 大约一厘米厚的样子 放进预热好的烤箱 烤25到30分钟 直到按上去有些结实 我真的以为很结实 所以一个手指头戳下去 就变成这样了 但它其实是蓬松的 只是不粘手 比较挺拔而已 稍微晾凉十分钟 看上去会有些回缩 切成你想要的大小 这个时候它还是热的 凉透就不太好切了 Celope 把它放在镂空的烤架上 第一次烤的目的 主要是让饼干定型 好切开 第二次烤的目的是让它酥脆 所以你的烤箱 如果有风炉功能 或许可以烤得更好一些 出炉之后 要等它完全冷却 才会酥脆 是那种扎扎实实的酥脆 一口咬下去 踏踏实实的满足感 我忍不住觉得 Julia一定是外星人 她把美味星球的食物秘方 偷偷带到地球上 给小部分愿意花时间 在厨房的人巨大的奖励 我决定 把它们用特别精美的方式 包装起来 分享给我最喜欢的朋友们 假期里 你们必须试试这个饼干 记得给我交作业 跟着Julia Child 十年还原一千道法餐 欢迎大家关注追剧 祝你们胃口大开 Bon Appetit Bon Appetit 抖音 试试地